而且讲明旗鼓嘛 你看这个是什么 哈哈哈哈 没有啦开玩笑的啦 哈喽大家好 欢迎回到我的频道 我是亮仔Steve 今天主要出门我是要去买菜啦 不过去买菜之前我会去花店那边 然后我去找那个花篮 那种开张的花篮 那种生意兴隆的花篮 因为明天我的朋友 他的理发店新开张 我就买一个花篮送过去咯 祝他开张大吉 所以等下我会去花店那边一下 然后买了花过后 因为我午餐还没有吃 等下我去开箱一个 我gaming channel里面有一个人 他是开鸡饭当的啦 他叫我去试试看他的鸡饭 我就想说反正在附近嘛 然后我又没有吃午餐 我就过去顺便试试看他的鸡饭 到底可不可以啦 所以等下我就顺便过去吃一下 然后顺便开箱给你们看 虽然我觉得鸡饭是没有什么好开箱的啦 因为我觉得鸡饭是大同小异的啦 应该会很难吃到难吃的鸡饭 还是去试试看 不错的话顺便分享给你们嘛 对不对 因为他撒过我的gaming channel 也撒不了那么久 从我一开始直播的时候 他就一直追随我的直播 每一天不间断的来看我的直播 真的咧 这种毅力真的很难得咧 我里面有几个观众齁 是我每天开直播 他们每天都来的 所以我也非常感谢他们啦 等下我去花店订了我的花篮过后 我就会过去那边试吃他的鸡饭啦 如果真的不错吃的话 我就分享给你们啦 因为毕竟我觉得鸡饭应该难吃不到哪里去的啦 OK 所以等下我们就去试试看他的鸡饭啦 OK 现在我们已经来到花店这边了啦 我现在要去订那个花篮先 然后等一下才去开箱鸡饭给你们看啦 2000年之后 OK 所以现在我们已经把那个花篮订下来了啦 我现在去买菜先 买菜弄完所有的东西 我要回家之前才来过来拿啦 等下你们期待一下 我的花篮到底是怎样的 OK 现在肚子也是有一点饿了啦 所以现在我们就过去那个观众 叫我们去试吃他的鸡饭那边啦 所以我们就过去他那个鸡饭档口先 OK Let's go OK 所以现在我们已经到了这个咖啡店这边啦 啊这个咖啡店是这里 没有招牌的我都不懂我来的对不对地方 OK 我们现在去找一下看啦 哈啰 哈啰 哈啰啦 果然没有找错地方啦 就是震荡啦 有准备什么给我吃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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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包打包打包 哈 起骨起骨 比较方便看车上去 可以可以 好啦所以我们就是来吃 明镜正宗海南鸡饭第一分店 啊对这个是他的分店来的 他的总店是在柏林那边啦 所以啊这间是他的第一分店 OK啦等下好不好 OK啦才刚开始 哇看起来就好像很美味的感觉 OK 多少钱 没有 你吃 什么事啊 有事我还是有一说一的咧 没有问题 没有问题 哈哈哈 谢谢你 OK好 等一下我们去车上才开箱 我来吃啦 OK所以现在我们已经回到车上了 然后而且我找到一个比较适合开箱的地方啦 所以现在我们就来开箱他的鸡饭 看好不好吃啦 其实也不算是开箱啦 就是来试吃一下咯 因为这个观众他在那边开店 叫我去试吃看看 然后给一点意见这样子 也不算是开箱啦 其实OK 所以我们今天就来试试看 他的鸡饭到底好不好吃咯 我目前为止这样子闻到这个味道啦 是OK的啊 鸡饭呢就是要有那种 你闻到那个味道要有流口水的感觉 OK 他这个几个 哈哈哈哈 不懂是我现在饿了没有 现在是三点 现在是三点半了咯 我还没有吃午餐 我就来吃一下啦 基本上是连早餐都还没有吃 是我第一餐了其实 打包来是这样子啦 整个卖相是蛮不错的啦 为什么呢 你看这些皮 油滋滋的 然后又好像脆脆的感觉 感觉就是很不错 然后还有他的这个烧肉 他有跟肥肉一起 我觉得应该是好吃的啦 至少口感应该就不差 整个卖相我觉得 是会吸引到我想要吃的啦 整个鸡饭的精华 其实就是这个辣椒 他的辣椒看起来是好吃的啦 我觉得有那种酸干 还是柠檬的味道在里面 因为他有点那种很开胃的感觉 我们淋下去了 他的打包方式 但是是用纸的话 我觉得很加分啦 因为很多人的打包是那种 打包盒 保力笼 感觉就不是那么健康啦 虽然讲这个纸可能也健康不到哪里去 感觉就是我觉得会比较好啦 可能如果你在户外吃来讲的话 会比较不方便一点而已啦 OK我们来试吃他的鸡饭啦 OK我们先吃一下他的饭先 不要有辣椒的 他的油饭OK 他的油饭是有那种鸡油的香味 我觉得不错吃耶 真的有好吃到耶 OK我们试吃一下有辣椒的 因为我想试一下他辣椒到底好不好吃 他辣椒不错吃 OK我们试吃他的鸡肉 老板 不是起骨的咩 刚才你还特地问我要起骨吗 怎么还有骨的 刚才他问我 要起骨吗 原本我是随便的 如果想说在车上吃起骨比较方便 所以我就叫他起骨哦 结果老板 怎么还会有骨的 他的肌肉也不错 我们试吃他的叉烧 他叉烧虽然不是自己做的啦 是跟人家割货的啦 但是我们也试吃一下 他叉烧的这个皮是真的有脆到耶 所以虽然他们是割货的啦 但是用什么货也是很重要的 他烧肉的皮还是很脆的 而且重点是我刚才吃了过后 有一个不懂是五香的香味吗 很香耶 OK这个是他肉的部分 他烧肉的那个肉的部分 我吃一下会不会很咸 因为通常这种部位都会比较咸 是软骨的部位 然后你咬下去 他软骨断掉的那种口感 啥啥啥的感觉 很好吃耶 可是他烧肉 他在脆脆皮的中间 这边有一个肥肉 他的口感就不是我所想象的那种 因为通常我吃三层肉 让我是那种入口即化的感觉 他的是有点脆度的 他是比较结实的 不是那种绵绵 然后你一入口就即化那种 但是不难吃啦 只是可能我比较不喜欢这种口感 他鸡肉的份量给的算是蛮多的啦 可是我觉得他砍到有点大片啦 他给到这样多 其实他也可以砍小片一点 比较容易吃 我们这种嘴巴大的啊 可以比较豪邁测OK啦 可是女生可能他们就会觉得有点大个哦 你们看 他肌肉是不是切到有点大片呢 我觉得可以切小片一点啦 而且讲明起鼓嘛 你看这个是什么 哈哈哈哈 没有啦开玩笑的啦 我知道有时候起鼓也不会起到完全没有鼓的啦 OK这鸡饭对我来讲的话 我觉得它属于是那种偏好吃的 因为其实我觉得鸡饭啦 你要难吃真的有点难啦 OK所以 他对我来讲的话是那种 我吃过那么多鸡饭的偏好吃的那款 有人问我的话 我会推荐它 因为我觉得好吃的东西我会推荐 可能我会觉得好吃的原因是 因为我觉得它蛮重口味 因为我越吃越咸 我现在整个嘴巴就很咸的感觉 可是我在吃的时候没有发现 是我现在吃完了 我觉得我整个嘴巴好咸哦 可能它是属于偏重口味的啦 比较喜欢重口味的话可以来试试看啦 对我来讲它是好吃的 总结来讲的话我非常推荐啦 虽然它只是一个小小的档口啦 所以我觉得你们可以来试试看 如果你们来到往后附近的话 可以来这个地址来找它这间店啦 然后如果你们在Berling的话 你们也可以去它的总店 OK所以我试词就到这边啦 现在我要去买菜了 买菜过后我回家之前 我会去拿明天我要送给我朋友的 开张的那个花篮啦 我现在去买菜先 Let's go! OK现在我已经买好菜了 还有买一些东西已经弄好了 所以现在我回来这个花店这边 再拿我订的花篮啦 我还顺便买了宝贝要的尿布哦 然后还有一些猪肉 酱青酱料这些啦 然后还有一些菜啊 在后车厢啦 然后太乱我就不拍给你们看啦 哈哈哈哈 所以现在我下去拿那个花篮上来的 然后给你们看一下那个花篮到底长怎样啦 所以现在我已经拿到这个花篮了啦 有点大个啊 亮仔的 好啦所以今天我就把这个花篮带回家先 然后明天我再送过去啦 带也买好了 花篮也买好了 所以这个花篮我就明天自己送过去啦 哇 蛮大树一下的 所以明天我就带你们去看我朋友的开张啦 OK所以今天影片就到这里结束了 如果喜欢的话,记得分享,订阅以及点赞 还有记得打开小铃铛,你们就不会错过我任何一支影片哦 See you in the next vlog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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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